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品味 FM98.1 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一萍 我刚刚那个趁Amanda还没有跟我开麦之前 我就说Amanda讲话好温柔 身为一个星座专家这样子才是对的 然后我这样子身为一个主持人好刮噪哦 不会的不会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Amanda 在你们比较振奋一点 有有有谢谢Amanda 让我觉得听起来不会这么吵闹 好今天Amanda呢要持续上周的话题 要告诉大家就是各个星座代表的意义 对对 我们这是延续上一周 我们这个稍微浅聊了一下 太阳月亮跟上升星座对不对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这个上网查找一下自己的这个星盘资料了 我觉得真的查找出来你会更了解自己 对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这一周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很关心的水星金星还有火星的一个基本的意涵 好我先说这三颗星啊 我觉得比较常用到的应该是金星吧 水星跟火星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金星跟火星都很常看到啊 真的吗 这个去洗手间门口常常都会有看到他们的图案啊 洗手间的门口啊 女生洗手间跟男生洗手间 常常都会有这个金星跟火星的图案啊 真的吗 那两个图案就代表金星跟火星啊 对的 好来我们待会说 好那你要先讲哪一颗 我先讲水星好了 好 好水星这个行星啊 确实我们一般这个生活上好像比较少会讨论到 但在占星学上水星其实也蛮重要的哦 听完一系列就发觉每一颗都很重要 好那水星到底重要在哪里 好就像刚才一开始一平说的 我就怀疑一平是不是有通灵啊 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讲这个 什么 刚才一平一开始说啦 好像这个我讲话的一个口吻速度 跟一平讲话的口吻速度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 每个人说话的方式都跟他的水星星座有很强烈的关联 真的啊 真的 这个水星呢我们说他就跟一个人听说读写 这几些特质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每个人你看我们每天原则上都会沟通嘛 都会讲话 对 有的人讲话速度非常的快 对 有的人讲话什么很温柔轻声细语 对 有的人讲话带有一点这种攻击性 对不对 你会觉得常常一针见血 那有的人讲话好像很能够激励人心 那有的人讲话就是没有重点 没有重点 也是这也是跟水星有关的 真的喔 他其实有时候啦 我们都讲没有重点 这样听起来好伤心喔 好 可能像我们真的讲好了 比方说水星落在双鱼座的人 好 很容易就被别人说 讲了半天 我们重点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们讲双鱼座 它是一个变动的水元素星座 他们常常自己讲着讲着绕着绕着 自己也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 就不知道自己的重点到底要放在哪个地方 对对对 好 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这个水星双鱼座的朋友 好 我们说这个时间了 就问他说 那你今天这个晚餐吃了吧 都已经这么晚了 对 他就会说 我跟你讲 我今天工作真的非常的忙碌 老板很刁难 我要下班的时候呢 老板突然又派了一个工作给我 所以呢 我又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大概真的五分钟 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晚餐吃了什么 他到底吃了什么 是这样的人 对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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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呢 像我们讲说 如果是这个水星在这个天平座的人 天平座是一个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开创的风元素星座 天平座的人很在意什么 一些和谐 对不对 优雅 对 所以你去观察 如果你身边有水星在天平座的人 你很少听到他讲一些什么 比较粗鲁的词汇 他们真的 真的我有这样观察过 就是他不管平常个性多么的直接 或者是呢 这个有没有这个很冲动 可是他讲话的时候 用字潜词通常都还蛮温和 蛮中心的 真的 对 好 水星除了跟一个人说话特质有关之外 他也跟一个人学习的态度有关 学习的态度 对 听说读写 对 所以比方说有些人 好 这个学习能力 我们口语化说学习能力很强 是不是指的 他学东西可能反应比较迅速 对 好 那反应迅速跟日后能不能运用 这个是拆开来 这是两件事情 好 有的人是一开始 比方说老师讲什么 他都吸收的很快 反应很直接 对 那他可能水星就在一个什么 我们讲说可能是双子座啦 或者是一些这种什么处女座啦 甚至是一些就是母羊座 可能有时候也是反应比较快的 但是后续力如何 这个就要再综合观察了 那有些星座 比方说水星在金牛座的人 他可能就是要什么 慢慢学 你需要酝酿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 原来老师你是指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们讲啦 如果是水星金牛座 他虽然学习看起来是这个反应比较慢 但他们有一种金牛座的扎实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看过的书 是真的有念进去 那有些星座 可能他在学习的时候 看一看 当下你知道 你三天后再问他 他就 好像有点模糊了 这都是 这个水星特质不一样 有时候 这个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来 这个知道他的水星在什么星座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他学习 可以因财失教 没有错 学校的老师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去看看自己带的小朋友 对对对 是什么水星到底是什么星座 这样教起来可能会更有效率 对 更有效率 再来你会知道说 有时候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不同 不能够用一样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对 以及去找到可以激励他们 适合他们的一个学习方法 这都会是这个水星能够运用的一种方式 是 好 那水星我们就到这里了 对不对 OK那接下来我们就金星吗 聊金星 好啊 好 星盘当中这个金星像一品说的 其实我们很常听到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什么七夕 请日节刚过 对 好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房间很多老师都会说爱情 我们观察一个人的爱情运 可能就要看金星 嗯 好这个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没有错 其实这是金星的一种意涵 他还有别种意涵 还有别种意涵 嗯 金星呢 其实我们先这个这个拉回来一点说 有没有我们自常会讲说 啊你是这个什么金牛座的人很爱钱 嗯 最常听到这样的对不对 对 你是射手座的 你很热爱自由 对 其实在占星学上好 严格来讲我爱什么东西 其实跟太阳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他反而跟金星是有关的 哦 跟金星有关啊 对的 哦 金星代表一个人所喜爱的特质 哦 所以难怪大家会把爱 就是放大爱情的这个部分 没错 但是其实很多 包括嗜好吗 嗜好 没错 哦 包括我 我喜欢什么 我很喜欢阅读 我很喜欢听广播 嗯嗯 或者是呢 我很喜欢这个什么 呃运动 嗯 我喜欢什么事情 这个跟金星有关 嗯 好 可能金星在双子座的人就喜欢阅读 金星在这个 牡羊座的人喜欢运动 是 好 金星在这个什么 射手座的人喜欢旅游 那金星在金牛座的人喜欢什么 他可能喜欢就待在家里 喜欢享受田园风光 喜欢一种比较慵懒的生活 哦 不是喜欢吃美食啊 也可以啊 这种都是 也是对 那也是金牛座的一种享受的特质 哦 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金星我们说 他真的一个很核心的意涵 其实是跟我喜欢什么事情有关 嗯 那对现代人来说 我喜欢什么人 嗯 其实这里的喜欢 可以 可以包括我谈恋爱的对象 对不对 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或者是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 嗯 这个伴侣 也这个 因为都是我喜欢这个特质 跟金星有关 对 或者是有的听众说 哦 我还喜欢阿曼达老师的 这个 呃 对于占星的诠释 嗯 这一种喜欢 也可以跟自己金星的特质 是有关联的 OK 那恋爱观或爱情观 也可以看金星吗 也可以看金星的 没错 嗯 好 在占星学上 他可能跟某些公位有关 但那是比较进阶的一个讨论了 如果就行星而言 恋爱的态度 一样是出自于我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对 好 这跟金星有关 嗯 更进一步的一个一个讨论是什么 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 除了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之外 嗯 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也跟金星有关 也跟金星有关 就是说金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表现态度 嗯 有没有 有些有些这个有些人好 有些朋友们可能我们工作的时候 非常的精明干练 嗯 对不对 好 这个做事这个非常的有效率 嗯 一谈恋爱 有没有 马上化身为这种小男人小女人 对 就完全判若两人 判若两人的这种感觉 对 那可能就是在 自己的金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展现 哦 是 对 或者是反而你会看到有些人 平常看起来客客气气的 一谈恋爱 好像有点这个交纵 或者我们讲说有点傲娇 有点强势 哦 那个也会跟星座当中 这个金星所在的这个星座特质 是有关联的 哦 是这样子 对 好有趣哦 那大家在生活运用上面 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 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觉得其实现代人 有时候 有时候我常听到 也会说 嗯 就是我每天忙于生计 会觉得生活有点无聊 嗯 那我不知道 我有什么样的娱乐嗜好 嗯 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透过金星来 找到一个 你自己会做起来 真的觉得开心 会觉得你会很喜欢 这件事情的一个 兴趣是好 哦 因为每个人总是有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 对 你只是没有去开发 对 你只是没有发现 所以Amanda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 怎么去发掘的话 可以从你的金星上面 去着手 对对 去着手 甚至是 比方说我们自己有小孩子好了 嗯 你会想说 那我小孩子 会要培养一些他的专长好了 嗯 确实没错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大人的需求 来帮他找一些这个 这个学习的这个兴趣 是好 但是如果可以搭配他的星盘 嗯 去找到 你知道现代人 其实你真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会很开心 对 甚至可能更进而的 这个容易有成就感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金星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 哇 对耶 这样子大家就不用一直每次 就只会看爱情了对不对 对对 当然爱情也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生命当中 有时候爱情 它是一个部分 对 它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对 可能它也许只占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甚至更少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好 所以这个金星可以好好的这个探索一下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下一段 我们再继续请Amanda 帮我们来谈谈金星还有 FM98.1 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一萍 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星座专家Amanda 帮我们来谈水星金星还有火星 刚刚呢 我们谈到金星 对于我们的个人喜欢什么 很重要对不对 然后也谈到 它除了爱情之外 其实对于个人的那个潜力开发 兴趣的开发 兴趣对 对对对 也很重要 那金星其实还在生活应用上面 还有别的意思 当然有咯 对现代人 其实我们很关心 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怎么样赚钱 我怎么样投资理财 这个跟金星有关 这个也可以观察星盘当中的金星 怎么说呢 金星其实对现代人来说 它跟一个我们 第一我们认为的一个金钱价值的运用 是有关联的 举例来说 我花钱的态度 或是你想要观察 我的男朋友女朋友 我认识的人 他花钱消费的习惯 这也可以从金星来观察 他是不是一个花钱很冲动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花钱的什么 手气很大 就是那个很大方大手笔的人 还是他其实他的价值观 他的金钱观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 好就说 我觉得所有的星座特质都没有绝对的好或坏 就是我们自己适不适合而已 你能不能接受而已 对 你了解对方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来看看自己跟他这个互动如何 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对现代人来说很重要 对 然后呢 金星也代表什么 每个人怎么去赚钱 我们说 我都想要发大财 对不对 我们想要这个好好的这个累积自己的资源 对啊 有没有想过 这个常常我们只是在我们这个 怎么讲脑袋当中这样子嚷嚷着 其实我自己 其实也许有些人觉得 我觉得富贵如浮云 金钱如流水 其实我觉得这个什么 人格人品的一个 一个这个清廉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也许因为这样的一个很核心的态度 会造成我们对于赚钱有时候不那么的积极 那了解这样的特质 你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有机会 有机会去做一个解读 来让自己赚钱的 当然这个了起来就比较深入了 可能我们今天 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来继续讨论了 OK 总之呢 我们就是可以看着这个人的金星 也去观察到 他对于金钱的态度 他对于赚钱这件事情 他的也许积极度或是方式 对 或者是好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的金星在什么星座 也许你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行业别 你比较容易赚到钱 可以相对应的 对应到你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可能比较是一个 实际的一个运用 也许可能你的金星 不适合在金融业 不适合靠金融业赚钱 但是你就一直待在金融业 就一直赚不了钱 对对对 那也许你可以从金星的部分 可以去观察 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 对对对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问我 我会说整张星盘要综合判断 对不能只看金星 对对对 这样的态度比较严谨一点 对 可是金星 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 重要的参考指标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火星 火星 好 星盘当中火星 因为我前面讲了 我说金星在星盘当中 也代表一个女性的形象 所以常常我们在女生厕所外面 会看到金星的符号 那火星呢 它相对应的 比较像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这个男生厕所的外面 有时候 你可能在国外的话 或者是台湾有些地方 你会也会看到这种火星的符号 那火星呢 除了它代表一个男性 很圆形的一个意涵之外 它跟每一个人 不分男女哦 每一个人一种生命力 活力的展现 是有关联的 嗯 好 就是说 有些人你会觉得 嗯 他好像随时都像是这个什么 充满电的电池 嗯 非常的有活力 有行动力 嗯 好 行动力也跟火星有关 那有些人呢 他好像觉得 嗯 我常常脑中有非常多的想法 可是怎么样 我都待在家里想 嗯 我欠缺一个 卖出家门 或是欠缺一个展开行动 嗯 那那个可能也会跟自己 心盘当中的火星特质是有关的 但我还是觉得火星有点抽象 Amanda再帮我们多讲一点 嗯 然后呢 火星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 他跟一种 我如果受到别人的这个攻击 我会用什么方式来防卫 防御我自己是有关的 嗯 举例来说 这个一样的 这个火星在牡羊座的朋友 因为牡羊座刚好又是火星守护的星座 嗯 所以呢 火星在牡羊座的人 如果身边有人攻击他 不管是什么批评他任何一个 一个部分没做好或什么的 嗯 牡羊座的人会很直接 马上跑到对方面前拍桌子 直接去这个什么 反击回去 哦 可是呢 如果是一个火星在金牛座的人 假设在这个工作场合好了 受到同事的一些攻击啦 一些挑衅 嗯 他可能觉得没关系啊 你讲你的 你骂你的 我做好我的事情 我实际把我的工作做出来 这个成果就代表 如果能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完美 这就是一个我最好的一个反击的态度 嗯嗯嗯 那如果火星在双子座的人呢 遇到别人的这种攻击怎么样 嗯 他可能不见得会有很实际的这个反击的行动 嗯 不会冲到别人这个桌子前面去直接对骂 嗯 也不像这个金牛座说 我可以忍下这口气 好好的把工作做好 嗯 火星双子的人可能回家马上上网去po文 哦 可能表面迎人 但是呢 他其实是有行动的 对 等于说他比较透过双子座的这种什么 抒发啦 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 哦没关系你被你说这个什么 我的这个菜做得不好吃好了 嗯 我就赶快去学习如何精进我的才艺 一种学习也是双子座的特质 嗯 会用这样的特质来展现我们的攻击防御的态度 哦 原来火星是代表个人的生命力 然后以及攻攻击防御的态度 对对 所谓攻击就是什么 火星在什么星座 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想要去这个 呃 攻击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 哦 那这时候你可以观察自己 你也可以观察身边的同事们 嗯嗯 你懂吗 不要惹错人了 对就说 你如果惹错那种就是可能也许火象的比较火爆 他就直接对着你来的那种 但是火象的还好 他会直接来 嗯 其实也说我们在工作场合或是这种生命当中 我们不怕什么 真小人吧 哦 对对对 对对 你反而要去留意一些什么 伪金子 对 他会暗地来的 表面跟你继续示好 其实呢 背后放黑寒啦 然后再说什么小话的 那个儿子也才要好好的去留意一下 天哪 那我职场上面人资是不是应该把 把每个人的火星给调查清楚啊 对 但这个火星确实好 有时候你还是一样需要搭配出生的时间 就是至少日期 日期你要知道 你就是呃 时间倒没有那么精确 日期知道的话 呃 原则上你可以知道他的一个火星的这个星座在哪里的 哦 所以火星是看日期 对 原则上是看日期 那我们刚刚回推一下 金星跟水星也是看日期吗 一样看日期 一样看日期 除非他在整个这个星座的交界处 嗯 因为真的在交界处的话 可能就是不管是哪个行星 他都容易会变化 嗯 那大部分他如果是在整个星座的这个 呃 中间 或者是前后阶段的话 我觉得 看日期都可以 只有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这个上升星座 确实要很精确的时间 其他大概都是看日期就可以了 其他如果只讨论星座的话 我们看日期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很进阶的好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说 拜托我研究占星已经这个十几二十年了 嗯 你很进阶的想要讨论 一起讨论到公位的话 那那个不管是哪个行星 他都需要搭配时间的 哦 是 对 好 这个就需要专业人士来解读了啦 就不是说我们可以那个自己来这样子看 对 好 那当然有的听众朋友会说 哎 可是有时候我看书会说 比方说我找恋爱的对象的时候 我要交什么女朋友 我会看金星 嗯 好 这书上说我会交什么样的男朋友 什么样的男生适合我 可以看火星 对 好 这样的一个描述 我觉得没有错 嗯 没有错 但同样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的去理解的话 嗯 金星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我喜爱的一个特质 对 对 那火星确实它跟我们欣赏的男性特质有关 嗯 好 可是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自己 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自己是男生的话 对 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 就算我 嗯 我欣赏的是 我也欣赏男生 或是我欣赏女生 不论 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性别是男生的话 嗯 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 我会有什么表现 嗯 这一样跟星盘当中的火星是有关的 哦 那如果说是女生 也是跟自己的那个金星的那个表现有关吗 对 所以女生是看金星男生看火星 对对对 可以这样子讲 哦 是 嗯 可以好好的 这个想要这个寻找什么样的对象 以及知道 有时候我为什么要观察自己 我只要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人就好啦 嗯 但有时候大家会这样子想好了 有时候感情的这个遇到一些这个不那么顺利的时候 嗯 我觉得除了要求对方 有时候来看看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盲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对 所以好 我们就谈感情的时候 金星跟火星这两颗 大家要很认真的去专业一下 对其实可以一并去一并去观察的 对 我觉得好好的了解他们 不管是了解对方的特质 或是自己的金星火星特质 都可以让我们的感情是更顺利的 那如果已经是夫妻了的话 再研究这两颗星会不会太晚 哦 不会不会 一样还蛮重要的 对 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磨合点 是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谢谢Amanda 在这一集里面把我们讲到水星金星还有火星 让大家可以就是说 从这三颗星去看看自己 然后也想想别人 跟你身边的人相处 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 对不对 对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其实真的是更顺遂好了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尊重别人 然后但是也能够理解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是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展现 我觉得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人际关系 或是种种的生活 这个各种事件当中是更顺利的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Amanda 有机会再来请Amanda 到节目当中来聊聊 谢谢一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